咦 念不下去 之前拍过一个韩式酱蟹吧 大家都缠封了 听说这有一个网红丹东酱蟹 我来替你们尝尝怎么样 走 路上明星啊 这是沈腾吗 很低调啊 怎么卖的呀 这个酱蟹 今天有牡蛎吗 牡蛎 就是生蚝 应该有 行 服务就是一般也不是特别热情 丹东酱蟹 这个是飞蟹啊 配上蒜 再来一点红醋汁 好吃的 蟹肉不错 鲜甜甜甜甜 就是吃多了 有点咸 咱们半个饭尝尝 这个比起之前的韩国吃法 没有那些 吃饭呀 海苔呀 只有弱一点 丹东的腌海白虾 这个一看开过背去过虾蟹 虾肉比较Q弹 但感觉不是特别入味 因为这个海苔虾肉多 要厚 腌的时间不够 这生烟皮壁虾 我确实还没吃过 但是它处理得挺好 把边都剪掉了 就方便你直接拿手包 这很容易就剖出一整条了 口感就是这样的 囊囊的 囊囊的 愿不够吃 这有点辛苦 5-68 不如吃手打 生半牡蛎 58一份 爱吃生蚝的话 其实它这个味道不是合格的 而且牡蛎的这个里边没有沙子 整理吃起来不腥 很甜 小也就是南方这个豪宰这么大 冰镇口水黄显的 这一份68 这辣根 冰镇的感觉 确实做得非常好 很紧实 就是甜不甜 咸不咸 很辣 很臭 来一种直接原味的 你才能吃出黄显的那鲜劲 家电整体不贵 品质也还可以 就是服务 记得关注啊